刘培元的英文教室特殊文法篇第二九集 难懂的连接词 这边我们就不再重复 你只要基本上你只要记住 只要了解连接词主要分对等跟重属两种 对等可以接两个主句 重属可以接两个子句 第二个你要稍微注意的就是 这些连接词它可能又可以当别的词性 容易搅混 比如说before 当我们这边讲的都是副词 都是那个连接词了 它另外也可以当解析词跟副词 当解析词副词怎么讲 我们这边就不举例了 我们在别的单元有讲 就知道一下就好 你看because它就简单 只能当重属连接词 but then它是片语 但是它也是对等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 说这两个字以上都是重属 这是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 但是少部分像这个birthend 它也是对等 因为它有个end 主要它有个end 不然它绝大部分 就是片语 两个字以上的连接词 叫片语连接词 或连接词片语 大部分都是 都是那个 都重属的 但是因为有加end 然后but它也是对等 这个but 所以我们前面写它一个end 所以英文里面 连接词大部分都是对等 我们就是以一个字来讲的连接词 大部分是重属 这个连接词可能七八个八九个这样子 所以比较少 因为接主句嘛 如果每个都接主句的话 天下大乱 所以大部分是接子句 它另外也可以当接细词 副词关系大名 所以办法很麻烦 所以有些词最麻烦 像接细词 当然不用讲了 接细词麻烦 像那个 像这个 像那个 像 不管接细词或什么词 就是像 AS很麻烦 THAT很麻烦 BUT很麻烦 像这些词都很麻烦 还有有些词啊 它词性 相对简单 看来 意思特别多 像 或者它连接的那个 成语特别多 像BREAK 哇 在后面接一大堆成语 有些成语呢 还有一个成语 有好几个意思 像BREAK很麻烦 或像AEU很麻烦 你说跑嘛 就很简单 连那个抽丝啊 女孩子袜子抽丝都是这样 银行挤兑都是这样 这个奶油融化都是这样 像这些词都很麻烦 那我们来 来看看 Before 连接词 比如说 Earlier than time 就是在前面 在此之前 Turn the TV off Before you go to bed 在你睡觉前呢 先把电视关掉 所以这个在前嘛 先关掉电视 再睡觉 所以它可以 重塑连接词接 后面叫子句 不对等 连接是对等 重塑 就是长官部署嘛 这个 主句就是爸爸妈妈嘛 子句就是儿子女儿嘛 当然我们也有看到一些长句 这个子句里面 又有子句 那是孙子啊 孙子辈啊 大概就看到孙子辈啊 那你说还有真孙子 那就比较少了 那就搞得 写的人自己都乱掉了 所以前面的主句是 动词是Turn 子句动词是Go Can I see you before you go 在你走之前 我可以看你吗 所以都是 Before后面都是在后面 前面都是 真正讲Before是前面 都是前面 就是我先看你嘛 你再走嘛 所以前面都是 前面 Before后面反而是后面 主要动词是See 子句动词是Go 那我们这边就进来写简单的句子了 那因为写长呢 我们这个要讲这各种的这个 连接词的方方面面 还要具险复杂 那大家都会昏倒 那如果你真的要看长剧 就是看那个 另外另外那个单元 长剧破解 那你们全部都50个字以上 一直到100来个 全部都长剧 然后各种手段都有 那个 那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挑战 那个不好看 可是那就是成都 那你说又很难 程度又很高 又非常容易了解 有这回事吗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餐厅卖东西 好吃不得了 这个可是便宜的不得了 这也很难 或者这个装潢的很好 服务很好 东西又好吃 又很稀奇 但是便宜的不得了 跟路边太一样 那不可能嘛 所以越南的东西 它就是程度的表现 可是越南东西 你又说 哇我马上就了解 那怎么可能 我们看看 I'll starve before I'd steal 就是rather than sinner than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讲 宁愿rather 我宁愿怎么样 我宁愿饿死 我也不要偷窃 I starve before I'd steal 你看都是在前面 前面这个before 是时间 时间在前面 时间的前面 这个是宁愿 优先 这个叫优先 这个不能叫前面优先 我宁愿饿死 我也不偷不抢 活着真大光明 宁愿 I die before I'd tell anyone his secret plan 我宁死不说 宁死不屈 宁自由 没有自由 我宁死 我宁愿死 宁愿死也不说出秘密 I'll die before I'd tell anyone his secret plan 主要动词 die 直屈动词 tell 前面的 那个 可以是w-u-l-d 主动词 because 这个也简单 只做连接词相对的简单 比前面的s 简单多了 重属连接词 只能接直屈 for the reason 因为什么原因 I'm late because I oversleep 我知道了 动词是am 直屈动词 吃药动词是 oversleap 因为它是过去诗 原型动词 oversleep over-sleep 因为 the reason why she was late was because she was sick 反正看到 重属连接词 后面都是直屈 都吃药的 动词 the reason why he was late 就是真正动词 he was late was 你看前面又加一个 这个也是重属指 等于是两个了 就是这什么原因呢 he was he was late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前面这个was 它也是直屈的动词 所以你看连续两个 因为我们这边是 the reason why he was he was late 这个呢 把它当作一个主词 然后这边当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比较特殊 他迟到的原因 was 是什么 然后这个才是because 所以前面有个why why也是 它也是一样 重属指句 due to the fact that 因为什么 don't look down depound others 这又是成语 don't look down depound就是轻视 瞧不起 不要瞧不起其他人 就是因为他们很穷 are 此句的动词 look 是主句的动词 只是它后面加一个 动词的 动词的介绍词 我们总共叫做 也可以叫动词片语了 我们叫动词片语 或动词成语 就是一动词前面 后面再加那个 再加副词 所以很多那个介绍词 是摆在前面 摆在名字前面 所以同样一个字 像before 像after 它摆在名字前面 它就变介绍词 而by the don't 它就变副词 同一个字 both end not only but also 不止怎么样 也怎么样 I came both to see you and to congratulate you 我现在来这边 不但是看你 而且是要向你道贺 你看三个动词 can see congratulate 所以真正的动词 是can both end 它是对的连接词 but 你看 but也麻烦 可以当介细词 也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怪奇 在米香中词都很麻烦 比如说 he is poor but honest 然而 yet 然而 however 然而 他很穷 但是 他很诚实 这叫对等 这两个都是主句动词 都没有直句 没有吃药动词 he is very tall but his sister is quite short 他很高 但是他的妹妹很矮 is 这个是缩写 is 跟is 这两个词都是主词 都是主要的动词 这两个都主句 所以对的 前面当时 he is very tall 就是一个句子完整了 后面这个也可以完整 反正可以两个完整的句子 连接起来 对的连接词 那 重组连接词接的词句 它不能单独存在 所以它连接起来后 它就变成 词句 我们再看 it's time to go home but it's only nine o'clock 这边是两个句子 那这个取消掉 不要 我们用同一个句子 but you said you will give me one hundred dollars 它也是连接词 对等 说和给 你说过 你会给我一百美金 有这个符号都是美元 如果台币就NT 那这个 中国的钱就是一个 像羊的符号 中国古代那个钱币的符号 所以这个give跟set 两个都是 这叫 对等连接词 然后它还有什么意思 however 然而 excuse me sir but I'm just missed Mr.White excuse 就是动词 不好意思啊 先生 那你是不是 白先生呢 所以 他这个接下去 art art 也是 主要动词 excuse 也是 最后一看 instead rather my bag is now black but brown 我的大意思呢 它不是 黑色 而是 brown instead 就是 替换了 而是什么 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 那你说这个 没有子句 可以 所以我们前面讲 这是对等连接词 对等连接词 它除了可以接两个主句以外 它也可以接各种单词 也可以接编语 对等可以 重属就不行 重属只能接子句 就像in and or but 这些 对等连接词 它除了接两个主句 像前面这个 也可以接两个 两个字 两个字啊 两个名字啊 两个形容词啊 两个副词啊 或者两个字串 两个片语都可以啊 这对等嘛 所以对等用的比较广 那重属用的比较窄 This is not my dictionary but my sisters 这不是我的字典 而是我姐妹的 but my sisters 这也是啊 但是这个也没有 这个后面也没有 也没动词的所有格啊 所以也可以接啊 所以它也可以接两个动词 也可以不接啊 所以主要的动词就是一个 This is 这是我12个YouTube频道 可以的话就全部按订阅 所以这个连接词本身就复杂 因为它又分 又分那个对等跟重属 两个接的东西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慢慢去熟悉它 而且有的这个连接词 它又有好几个意思 又有其他词性 所以这个最麻烦 所以这个看我们这个频道要耐心 我们这个频道 有些是简单啊 比如说有些这个 就像别人一样 网络上很多话 像简易表那边很简单 几个字啊 就把一个字写完 就是比较没有耐心或程度 一般的看一看 那有些呢 必须要表达程度 或者有些他觉得 我英文已经不错了 但我希望更上一层楼 那我们也要准备这些东西给他看 像这个 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 比较难 但是跟程度有关系 你英文要想更上一层楼 你常觉得我英文不错啊 可是为什么看外国人居子常常卡卡 我英文是很多单子啊 这我学了很多年啊 考试什么 考这个考那个也 分数也很高啊 可是为什么常常会卡卡 问题就出在这些 一般文法书也会提 有些视频也会提 但是我们这边有系统性的 讲得更清楚一点啊 讲得更完整一点 而且是个多低的啊 各种层次都包括在里面 我们就把它念一下 Turn the TV off Before you go to bed Can I see you before you go I'll stop before I steal I'll die before I tell anyone is sacred plant I'm late because I overslept The reason why he was late was because he was sick Don't look down upon others because they are poor I came both to see you and to congratulate you He's poor but honest He's very tall but his sister is quite short But you said you will give me one hundred dollars Excuse me sir But aren't you Mr. White My bag is not black but brown This is not my dictionary but my sisters 所以这里面比较麻烦的就是像but 很麻烦 像这个前面有讲那个as 还麻烦 像这种 只能做连接词的 就比较简单 或者像这种 片语式的连接词最简单 因为他的意思比较单一 这集讲这里